冰箱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 大家习惯将各种食物存放在冰箱 避免食物腐烂变质 就在冰箱为千家万户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悄然出现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健康隐患 这冰箱可不是保险箱 弄不好会成为毒品箱 这两个字好敏感的 罗医生 有一组研究数据就表明 冰箱刚发明的时候 它确实降低了胃癌的发生率 就没有腐烂的东西了 但是呢 这几年我们发现 中国癌症的发生率是在逐年的上升 尤其是胃癌和大肠癌 那么这个高发的胃癌和大肠癌 到底跟我们冰箱的使用不当 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的冰箱里面究竟埋藏着 什么样的致癌雷区呢 我们一起走到冰箱里面看一看 要找这个冰箱里面 有没有可怕的致癌物 今天现场真的有冰箱 我们来看 大医生舞台上的冰箱看起来 与普通冰箱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在这个冰箱中 却发现了强力胶 这与食物毫无关系的强力胶 为何会出现在冰箱之中 难道在我们的冰箱中 都有强力胶吗 类似强力胶的毒物 会隐藏在冰箱中 被我们吃下去吗 我们来问我们的生活观察团 各位代表的是 场外的很多观众 他们的想法 大家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 我觉得不靠谱 没想过这问题就 我只知道冰箱存食物 存我爱吃的东西 存我吃不了的东西 从来没想过 刚才说的冰箱会有致癌物质 我真没想过这问题 每天都吃 每天都喝 人人都离不了 那我知道隔夜的白菜不能吃 会产生亚硝酸盐 可能对身体呢有害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过犹不及 只能说可能没变什么之类的 有一些病菌产生 但是强力胶我觉得太夸张了 很多人有一种习惯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只要把物品往里面一放 他就忘记这物品的保持器 他认为只要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 时针再长也没关系 好像我喜欢把一些 榨菜放到冰箱里面 会不会是榨菜里面携带的一些东西 然后经过冷冻了之后 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呢 我是不知道冰箱会产生这种 对人体有害的这种致癌物质 到底冰箱中会不会存在 类似强力胶的致癌物质的 我们来到三位生活观察团成员的家中 一探究竟 四伦你好 哈喽哈喽你们好 你好 你好 今天呢 我想到您家里边来搜一样东西 这样 搜一样东西 取一样东西到演播室 他可能就对您的健康造成隐患 你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对现在马上就要回去 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秘密 还是个秘密 对了对了 这是我家的东西 咱们演播事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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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家里 你们的家里就有类似强力胶一样的致癌物 我的家 从你们家里带来的跟强力胶有类似致癌效果的冰箱里的天天吃天天喝的到底是什么 我一点都没说错吧天天吃天天喝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你看一个是好像是可乐吧 这是可乐 一个是矿泉水 这是蜂蜜啊还是油啊 蜂蜜 这个呢是辣椒酱还是西红柿酱 辣椒酱 现在说的是这胶 明亮人一看什么 跟胶有关系 肯定是它的包装品瓶子 对吧 大家已经吵起来了 一个是这些东西太常用了 它们不可能是致癌的 要不然我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大家不认可 这些东西是致癌的 那么有人提出来了 是不是装他们的气面有问题 塑料瓶子有问题 疑点重重 马上请出今天做客 我是大医生的嘉宾 我们来欢迎 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师贾力群 贾老师掌声欢迎他 贾老师新年好 新年好 贾力群 中日友好医院 中西结合肿瘤科主任 博士生讨师 大家不认可我们的记者 去他们家里搜出来的这些毒物 他们不相信辣椒酱 蜂蜜水 还有碳酸饮料是有毒的 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必不可缺的 天天吃的东西怎么会有毒呢 怎么会有致癌的风险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不光是主任医师 而且还是主任厨师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一目了言的实验 就明白这个结果了 那么这是矿泉水瓶 我把矿泉水倒出来 我告诉大家 这四个瓶子都有致癌物质 首先呢 和我们这个瓶子的内容物是没有关系的 问题是他们四个瓶子都用的是来历不清楚的塑料瓶 那么塑料瓶为什么能够致癌呢 月眼是好 看看这个里面 就在这儿嘛 有一个三角 里面写着一 问题就是这个一号的塑料瓶 这个一号是不是代表了生产这个塑料瓶的材质 或者是它的化学成分 我怎么觉得一代表了它是一次性的呢 对一号塑料瓶就是一次性产品 也就是说我们喝完之后呢 就要扔掉 不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冰箱里了 为什么一号的瓶子具有致癌性呢 就是它里面呢 有一种叫做二甲级腔胺的物质 可以增加致癌物质的风险 吃烤羊串 大家都知道里面有多环方厅类的致癌物质 本饼壁 同时我们在喝着瓶子里的矿泉水 它会增加本饼壁的致癌性 不仅二甲级腔胺 它还有塑化剂 它也是一个致癌物质 很多的塑化剂都有致癌的风险 这个塑化剂 会导致什么样的肿瘤的出现 进入体内呢 它会引起我们体内正常细胞的DNA 发生突变 发生这个癌症的机遇就升高了 另外呢 它也可以模拟我们体内的磁激素 我们叫做环境磁激素 会产生的一些不孕不育 甚至乳腺癌 卵巢癌 各种各性肿瘤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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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天在车上叫喝矿泉水 包括经常我有人喝半瓶 还留半瓶 没人在喝 因为喝不了 冰箱是无辜的 以前我们就说过 对 今天我们要说塑料瓶子也是无辜的 怎么用才是关键 我们特别是入户 看看大家在用这个塑料瓶子的时候 对还是不对 对 继续 看似这些最平常的生活习惯 可能就会产生致癌风险的塑化剂 那么这些塑化剂是在以上哪些步骤中产生的呢 我们的问题来了 哪一个步骤导致了可怕的致癌物的吸出 来看我们的生活观察团 每个人有一个体板 写写看 你们觉得问题在哪 请用中文写解干 谢谢 没问题 写好了 在使用塑料瓶盛放食物过程中 哪些步骤会导致可怕的致癌物吸出 将害我们的健康呢 对于清洗晾干刷洗 放入冰箱等不同的步骤 生活观察团给出不同的答案 一向紧小慎微的家庭主妇白阿姨认为 除了冲洗和晾干之外 其他所有步骤都是致癌因素 而精致阿姨主持人张岳老师则认为 只有用铁丝刷洗才会导致致致癌物吸出 那么在使用塑料瓶的过程中 究竟哪些步骤有可能致癌呢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小片这几个方法呢 应该都是错误的 归纳起来呢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反复使用 塑料瓶呢反复使用会增加塑化剂的 第二点呢就是说物理摩擦 有拿着这个铁丝的在刷它 这样会使塑料瓶的磨损 促进这个塑化剂的吸水 第三点塑化剂是止溶性的 很多的阿姨家里的冰箱里面 他们装油的那个瓶子就是这种瓶子 这个很常见的 而这里面的这个塑化剂又是脂溶性的 所谓脂溶性是会溶解在脂肪成分当中 油里面脂肪很多的 您如果用它来装油 本身就能够帮助很多的有害物质 溶解到这个油里 还有一点就是我看有的人 他把这个瓶子放在了锅的旁边 温度升高加速塑化剂的 喝完了这瓶矿泉水 这瓶子就一定要扔掉 因为你想啊 如果是一次性的口罩 您戴完之后会再戴吗 不会 一次性的内衣内裤穿完之后会再穿吗 不会 为什么一次性的瓶子被大家装油装醋 反复再利用 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这样的标志着一的这样的小瓶子 它就是一次性的 如果放到冰箱里或者是反复利用的话 它会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吸出到这个里面的内容物当中 您这样喝下去吃下去 就是在吃致癌的毒物 这一类的瓶子 十个月是它的一个寿命性 十个月以后呢 就会有大量的这种有害物质吸出 因此最好在十个月之内使用它 原来上述使用塑料瓶的步骤 全部都是错误的 瓶底标有数字一的塑料瓶 仅限一次性使用 如果反复使用 会导致致癌物塑化剂吸出 增加癌症风险 此外高温低温油脂摩擦 都会加速塑化剂吸出 一次性塑料瓶 应在生产后十个月内使用 时间过长 会导致塑料脆化 致癌物增加 塑料无处不在 到处都能看到塑料 我们吃饭打包 回来是什么呢 塑盒 对不对 现在盛饭的各种各样的饭盒 都是塑料的 那到底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用呢 肯定是可以用的呀 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塑料制品 而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但关键问题是 要怎么使用 才能够规避开那些可能存在的风险 那么说解决方案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5岁的小李是一家星级酒店的厨师 身为独自的汤 每天下班后都会特意做些可口的饭菜 打包带给家中的父亲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2014年末 小李父亲的下腹部频繁出现莫名的震痛 排便也十分不畅 最严重的时候会排出黑色血块 爸你没事吧 爸 一周后小李陪同父亲去医院检查 但检查结果却让小李晴天霹雳 医生告诉小李 他父亲患上的是节脂肠癌晚期 考验室为检查癌 而导致父亲患病的元凶 很有可能是小李打包饭菜时使用的塑料餐盒 那么为何我们日常频繁使用的打包餐盒 会有如此严重的治病风险 到底小李在使用塑料餐盒时 哪里出了错 竟然一片孝心成为了致命杀手 告诉大家这个病例就是贾主任的病人 这个盒饭带回来以后老人有时候吃不完 他又放到冰箱里了 第二天他要继续吃 几年以后他得了肠癌 剩饭里头时间长了 即便放到冰箱里应该会产生压硝酸盐 这样一个致癌的前提 那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我们这个放盒 放盒有很多种类 它也有塑化剂 其实说实话 每一种我都用过 我们天天录节目吃盒饭就是这种 然后还有人用这种 装很多的吃不完的食物存放 面对市场上纷纷复杂的塑料制品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才能避免摄入致癌物 保卫我们的健康呢 生活观察团中意见不一 时尚辣妈斯鲁和蒲谢迪哥鱼锅认为 做工精美的品牌保鲜盒 可以放入冰箱 而非洲小伙吉盖和精致阿姨张月 则认为 所有塑料保鲜盒都不应放入冰箱 他们的答案正确吗 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冷藏用的保鲜盒 才能保护我们独受致癌物侵害呢 观察团最后的意见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这个塑料饭还是可以用的 当然 还是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不能用塑料的了 大家的选择 对不对怎么判断 刚才我听到有人一直在说 我也要看树 瓶子看树 这个盒子也看树吧 对 实际上它应该看有几号的 像月月拿这种标识的 看有吗你们的 有 这个就是那个五 是不是只能用五次老师 这你应该看有七的 对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几十块钱只用七次不可能吧 我给我给大家讲一下哈 PT是是什么 聚罪本甲乙酸一二次孙 那个那HDP呢 那个是高密度聚乙烯 不 代表这个 对不起对不起 不 我觉得不能这样 越也紧不住了 所有人都紧不住 我觉得算了 我们把这个就忘了 忘了不要了 不是 因为别着急 别着急 大家肯定也是这样啊 机械也是繁琐的数字和英文 什么什么司机 什么司机啊 对对对 非常非常麻烦 你就告诉大家 那个能够使用的最安全的是哪一个号码 几号 也选几号就行了 对对对对 首推五号 我选对了 我这也是啊 既能放到冰箱 又能放到了微波炉里 其实记号码比较容易 看到这的时候可以把家里冰箱里的一些塑料的盒子拿出来看一看 是五号的或者是标着有一个雪花标志的 或者是有一些写着一个零下二十度 都是可以放到冰箱的 五号的它是一个材料叫做聚饼锡 聚饼锡 据说这个材料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所以它可以放在冰箱里 冰箱也可以反复使用 这个说得非常对 这个聚饼锡呢 耐酸碱 耐高温 高温一百二十度 耐低温 它放到冰箱里 我们一般冰箱是零下四八度 玩条可以 塑料制品底部通常会有表示成分和使用范围的标志 其中有五号标识的塑料制品 既可以耐受高温 也可以耐受低温 是最适合放入冰箱储存食物的 因此在挑选标有五号或雪花和零下二十度标识的塑料餐盒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远离致癌物塑化剂的清洗 那么更为我们广泛使用的塑料袋应该如何选选使用呢 这个是02号的高密度聚乙烯 还有很多的塑化剂 再放到冰箱里储存 很多塑化剂可以吸湿到我们食品当中 对吧 那么这种02号的 我们平时一次性的装一些食品啊蔬菜还可以 到家以后我们要换成什么呢 五号的带有雪花的细米 然后放到冰箱里 那就安全了 市面上所谓食品专用塑料袋 通常是二号塑料制品 极易吸出塑化剂 因此不可长时间存储食物 更不能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的塑料袋会变成平负禽时的毒药袋 增加癌症风险 在对生活观察团家中塑料制品的调查中发现 保鲜膜是大家最为广泛使用的塑料制品 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健康的保鲜膜呢 很多人的这个答案当中都出现了三个字 就是保鲜膜 保鲜膜也不是说都是安全的 有的保鲜膜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也会像垃圾袋一样 真的吗 保鲜膜有一部分是不能放到冰箱的 对 里面也是含有大量的塑化剂 我每次给孩子做腐蚀 比方说取了一点猪肝 然后切下来之后 剩下了另外一点 然后就会拿保鲜膜给弄上 弄上了之后就会放到冰箱里面去 我现在吃西瓜 每一次切完一半之后 就拿保鲜膜扯上 然后整个厂 对 这是很多人的做法 很多人都做对不对 到底市面上哪一种保鲜膜 是不能被放到冰箱里的 哪些是安全的 我们大医生特别做了调查 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到了农贸市场 发现这里的水果商贩 最常使用保鲜膜 这个保鲜膜是您是从哪儿的 批发市场来的 十块钱一卷 那么商贩寄货十元的一大卷保鲜膜 会不会存在有毒风险 老板这蘑菇多少钱啊 八块 那个有包装好的吗 有 记者在农贸市场 对蔬菜使用的保鲜膜 进行了调查取样 随后记者来到了一家超市 不管是生鲜熟食 都是使用保鲜膜的大户 记者马上对包裹熟食的保鲜膜 进行了调查取样 最后记者在超市里的保鲜膜 货架发现 保鲜膜的品种繁多 记者决定挑选价格最高和最低的两种 作为调查样品 那么这四种保鲜膜 哪一种会是有毒的恐怖保鲜膜呢 原来燃烧时释放刺鼻黑烟 并留下黑色灰烬的保鲜膜 含有大量致癌的塑化剂 而燃烧时冒白色烟 并留下浅色灰烬的 是可以正常使用 放入冰箱的健康保鲜膜 由此可见 在本次实验 从菜场和肉店买来的保鲜膜 是增加癌症风险的保鲜膜 那么除了燃烧之后 还有什么更加简单一行的 判别保鲜膜好坏的方法吗 保鲜膜呢 应该说有三种 一个是PE 一个是PVDC 还有一个我们也听说过 PVC PVC 天花板都可以上天花板了 那么它也可以做成保鲜膜 我们拿这两个样本的 一个这样写的 这个是PVDC 那么这个是PE的 PE和PVDC 这两种保鲜膜 这两种都可以包我们的 饮食啊 肉类啊 蔬菜啊 都可以放到冰箱里 PVC的 这种带有大量塑化剂的 一个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头 它就是一个不安全的 有个致癌的一个隐患 原来保鲜膜分为三种材质 PE PVDC 和PVC 其中PVC材质保鲜膜 含有大量塑化剂 存在致癌隐患 因此建议大家在正规商场超市 购买PE PVDC材质的保鲜膜 避免保鲜膜带来的癌症风险 这个保鲜膜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东西能用这个保鲜膜包 什么东西不能用 比如说切开的蔬菜水果 生发生菜 能不能用这个 这也是一个学问 热菜最好是要等到这个凉了以后 我们来用保鲜膜包上以后 放到冰箱 还有一些新鲜的淡叶的蔬菜 最好不要用保鲜膜 使它的蔬菜的这个VC降低 我们到冰箱里面看一看 很多东西是不用保鲜膜 就可以储存的 对 比如说我手里面拿的这个 这肯定不用啊 直接放进去好了 那问题是 这个鸡蛋应该怎么样 在冰箱里面储存呢 鸡蛋怎么储存 放进去啊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把鸡蛋后的 把冰箱门打开 放进去再关上 鸡蛋是每家每户冰箱中 亦不可少的常见食物 如何在冰箱中放置鸡蛋 是一门被大家忽视的大学文 生活观察团现场摆放鸡蛋 大部分观察团成员 将鸡蛋大头朝下 放置在冰箱门的鸡蛋盒中 只有潇洒将鸡蛋 放在冰箱中部的保鲜盒中 他们放鸡蛋的方法 与您一样吗 这样存放鸡蛋 是否走入了健康物区呢 画好了啊 好 我们再找一个观众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阿姨 怎么放鸡蛋 来 阿姨您来 您会把鸡蛋放在哪儿 阿姨放哪儿 想好了啊 哦 它跟这个潇洒 阿姨也是 放到这个保鲜盒里 阿姨您说一说为什么 为什么放保鲜盒里 因为那个保鲜盒的底线 是温度低 应该放在更冷的地方是吗 对的 小头朝上 小头朝上 大头朝下 说实话 在今天的节目录制之前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吗 对 对 不对吗 对 因为它会有点 小头朝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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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不对不对 绝对不对 您这个不管对不对 感谢您的参与 好的 我们都要送给您 三山铁皮丰斗提供的 保健礼品一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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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谢谢 谢谢 我们再会就谈到大家 放在什么地方了 门上的居多 门上这一盘已经满了 还有孤独的潇洒在盒子里 所以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这个门上这个位置 肯定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 对 这个门是经常我们要开闭的 经常是和常温接触的 温度变化是最不稳定的 但是老师 很多商家都会在那里 弄上那种盒子 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是 把这个鸡蛋放在 温度最低的 也是最稳定的 这里面哪个地方最冷呢 应该是最靠里面 最靠里面 这儿 这个温度是最稳定的 原来大家最习惯 将鸡蛋放在冰箱门的方式 虽然有利于节约空间 但是由于冰箱门 只有保温层 没有制冷层 温度最高 温差最大 容易导致鸡蛋变质 滋生致病菌 正确方法是将鸡蛋 放在冰箱深部 靠近内壁的地方 那么存放鸡蛋时 大头朝下 还是大头朝上 有什么讲究吗 大头朝上 还是大头朝下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那么这个应该是 大头应该是朝上 为什么 答案一会儿说 所以总结起来呢 这个鸡蛋的保存 也是冷藏第一 温度的控制 还是可以非常有效地 保存营养物质 同时对于细菌的生长 有一个抑制效果 最好还是能够在鸡蛋的 这个保质期内 把它吃完是最好的 对吧 卢医生 应该是30天 实际上不同的国家 规定是不一样的 你比方说在日本呢 它那超市里面 鸡蛋到了6天的时候 它就会放到门口 打折 而美国是7天 比方说欧盟 欧盟商场超市 销售的鸡蛋的时间呢 不能超过3周 而使用期 也就是你使用的时间呢 通常这个期限呢 是在4周以内 这是建议的 最佳的一个 使用的期限 那我明白了 我们家应该扔了 两个多月了已经 实际上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鸡蛋呢 存放超过一周 那么它携带的 沙门市军的这个量啊 就有可能超过原有的 40%到50% 20天到50天 那就有可能是 原来的三倍以上 而我们都知道 沙门市军 是对人体健康 非常有害的一个细菌 有这样的病例 鸡蛋存放时间过长 会导致细菌滋生 影响我们的健康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 鸡蛋是否新鲜呢 首先将鸡蛋放入水中 沉底的鸡蛋最新鲜 漂浮起来的鸡蛋 是已经存放了 很长时间的鸡蛋 此外 我们可以将鸡蛋打开 散黄的鸡蛋 是已经不新鲜的鸡蛋 这个鸡蛋买回来之后呢 还有几个问题 把鸡蛋从超市拿回家以后 我要不要 把它那原来的包装扔掉 我要不要拿回来 洗一洗再放到冰箱里 包装的 防止碰撞的 如果要是你不能 马上吃掉的话 原本不动地放到冰箱里 最冷的地方 另外不要洗 因为它上面 有一层保护膜 这个一洗就洗掉了 明白了 就是之前我们说 沙门湿菌 它被吃进去 我们说要洗 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吃它了 那在此之前 我必须要把它洗干净 再去煮 那是一回事 如果是只提保存的话 那就一定是 不要丢掉包装 对 不要洗 对 还有一个 就是一定要大头朝上 大头朝上 我们小时候玩过碰鸡蛋 看谁的鸡蛋硬一些 都是拿小刀去撞 刚才这个鸡蛋 为什么能浮上来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打开鸡蛋一看 鸡蛋壳里大头有一个气死 是空的 那么这空不是真空 里面是有气体的 要浮这个小筋的话 对 这点气体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鸡蛋壳像皮肤一样 它有气孔 它和外界的气体是相通的 那么也有一些细菌呢 浮在鸡蛋壳上呢 时间久了呢 也会通过这气孔 进入到这个鸡蛋里 为什么买回来的这个包装 不要拆呢 因为你在拆的过程上 手当中有很多的汗液 有很多的细菌 那么它会通过气孔 进入到鸡蛋里 散鸡蛋 它是由于细菌呢 进入到鸡蛋里头 引起蛋白呢 发生这个水化 蛋白里的水分 进到蛋黄里头 就会引起蛋黄泡的 出现散蛋 那么这种浮上来的 这鸡蛋呢 时间久了 里面的气孔越来越大 水分呢 随着气孔生发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买了二斤鸡蛋 放在冰箱里 过一个多月 拿了一看 很可能变成二两鸡蛋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正确存放鸡蛋的 三个不要和一个要 一 不要洗 二 不要来回放 三 不要拆原装的盒子 要大头朝上放 这种存放鸡蛋的方式 才是最有效的 保存鸡蛋里的营养物质 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蔬菜 花果 怎么存在盒子里的潇洒来 是吗 对 因为我同时还有一个称呼 叫做妙招小王子 很多生活妙招我不知道 来 就你了 生活技巧 小达人告诉我们 蔬果怎么放 苹果要跟土豆放在一起 放哪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放 爸爸其实也不管了 就是把它放在里面 菜应该也放下面 岳岳的 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也炒不了了 为什么 这个西红柿如果放里头 如果储存一两天的话 西红柿很快就会 表面变黑的 你拿到手里会变得远塌塌的 为什么 西红柿不适合 放在冷藏的这个位置里 那西红柿应该 它就是潇洒放 这个放的很对 这两个都是在 不冷不热 10度到15度 室温下储存 不用放冰箱 10分就可以 放冰箱里这两个东西 抗癌的物质就太可惜了 西红柿里面有番茄红柿 是非常好的抗癌元素 那么它很长 它很快也会变质 里面的番茄红柿的活性降低 味道也会发生改变 这个小南瓜 它可以应对现在我们的大气污染 真的啊 对 它对这个肺泡的黏膜 包括食道的黏膜 提供一种保护剂 把它放到冰箱里头 它也会很快坏掉的 这种东西都适合是10度到15度 常温下 放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 哎呀 这真是 好像还是一个东西 也不应该放到冰箱里面 香菇 对 香菇是很好的抗癌的蔬菜 没错 香菇多糖 对胃癌啊肠癌都有 治疗所有 那么它不适应在潮湿寒冷的地方 干燥有日燥的地方 放这个香菇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种东西 它不能和这些蔬菜呀 土豆呀水果放在一起 不能放在一起 对 所以如果把这种东西 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去看看短片 好的 我发现这个东西啊 很奇怪 什么跟它放在一起 什么就变坏了 所以这个孤独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揭秘一下 跟谁都不能胖 那我们打开这个盒子看里面 我们打开这个盒子看里面 平常的水果 但是它释放不平凡的热情 为什么注定孤单的苹果 与其他蔬菜水果放在一起 会加速其他蔬菜水果腐烂 我们将苹果送到北京农学院 在姬迁龙教授的安排下 对苹果储存过程中 释放的物质进行检测 实验员将送来的苹果样品进行称量 装袋密封 模拟家用冷藏储存苹果的状态 将密封好的苹果放入四度冰箱中冷藏四天 四天后我们再次来到北京农学院 将储存在冰箱中的苹果取出 提取密封袋中的气体 将气体注入气象色浮移中进行检测 七分钟后我们得到结果 冷藏的苹果袋子里确实产生了某种物质 苹果收在采收以后 它仍然是一个生命体 在这个生命体 它在继续的代谢 在代谢的过程中 它仍然释放出一些气体 在气体里面 有一种叫乙烯的气体 它对苹果本身 和对别的苹果都有追熟作用 苹果里头它释放一种催化剂 叫做乙烯 就苹果本身释放这种东西 就是生的香蕉 如果跟苹果放在一块的话 也很快就可以吃了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不能管人家叫天下孤星 它有优点 总而言之就是苹果 跟很多已经成熟的蔬果在一起 就会导致其他的蔬果 过早地去破败 去腐烂 如果是跟没有熟的东西放在一块 就可以促进它们早一天 变成我们餐桌上的美味 除了苹果以外 我们常吃的其他水果 会和苹果一样 有催熟其他蔬菜水果的作用吗 我们买来时下常吃的水果 冬草 梨和奇异果 把它们送到北京农学院 进行乙烯释放量检测 实验员对送检的几样水果进行撑凉 并分别装袋密封 放入冰箱中冷藏 同样放置四天后 实验员将水果取出 对三个果袋中的气体进行取气 通过气象色补移 对三样水果储存过程中 释放的气体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 这三种水果在储存过程中 都释放出了乙烯 其中冬草释放的量最高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地 在冰箱中保存蔬果呢 原则一 存放水果时 注意避免将乙烯含量高的水果 和其他水果放在一起 比如冬草 梨 苹果 原则二 把蔬菜和水果 分开放置在两个抽屉里 其实在冰箱的冷冻室中 也潜伏着可能致癌的因素 那么冷冻室中的什么东西 在伤害我们的身体呢 冷冻室里我们看了呀 有肉 还有什么 对 我们先看看冷冻室里面 一般家里面都会放什么东西呢 肉 我家有饺子 饺子 冻饺子 有时候也会放面条 对 对 对 面条 面条可以动 满肉也放这里 对 馒头也可以动 总结起来就是面食和肉食 咱们先说这个肉啊 吃的过程当中都要遇到的第一步 就是解冻的问题 我从冷冻室里拿出来 像石头一样那么硬 我们来问我们现场观察团的各位 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解冻方式 我现在问问丝容啊 你看就是一个好妈妈 好太太 对 微波炉 用的最多就是微波炉 但是我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保鲜膜裹着 然后再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 这样的话受热比较均匀 解冻也快 而且它水分不会出去是吗 对 不至于说里面的还是冰的 然后外面的是熟的 来 我们来问一下白老师 我用热水 是开水吗 也别太开 就是那种偏热一点的 八九十度七八十度的样子 然后呢 就等一会儿就让它自然再化 我相信你把这个开水啊 或者八九十度的水 浇到这个肉上以后 这个肉的表面就变白了 还有别的其他方法吗 潇洒你要怎么做 还有就是如果海鲜虾之类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之后撒一些盐 对 它就可以很快地化了 而且不影响它的口感 基本上还是说有一些小窍门 然后呢有一些借助一些家用电器 像微波炉 还有是用热水的方式 所以我们特别呢 在场外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总结了一些解冻的方法 居然发现有一些解冻的方法 就会产生可怕的致癌物 我们去看看您的方法 在不在里面 在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解冻肉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微波炉解冻法 第二种是热水烫肉解冻法 然而热水解冻法是不可取的 当热水浇在冻肉上面 我们会发现 肉上面出现了白色墨状的物质 这种物质就是对身体有害的 挥发性炎鸡蛋 每次不断解冻 这种有害的物质就会不断积累 所以热水解冻是最不建议的方法 我们看到在反复的解冻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一种物质 贾老师那个物质叫做 挥发性炎鸡蛋 蛋类的物质 蛋类的物质 它会让整个这个肉产生变化 肉的这个细胞和细胞间隙 形成结晶体 那么这里头一些蛋白的一些成分 还有一些酶类 小分子多态 那么都是保存得很好的 那我们用热水 每次解冻的时候 就把这个蛋白质破坏掉了 脂肪呢 也破坏掉了 那么这些蛋白质破坏掉 降解呢 就会产生一些 氨类的 氮类的 这些有害物质 最主要的有一种叫做 挥发性 炎鸡蛋 那么它是一个致癌的物质 我们看看 基本上 几次解冻以后 这块大牛肉 就变成了一个 蛋类的致癌物质了 什么非了 冰头是要告诉大家 它每一次的变化 都会产生那个可怕的 挥发性的炎鸡蛋 这个东西 累积到这个肉的表面 我们再吃下去 就等你吃到了不好的 日积月累 我们这个致癌物质 所以说正确的解冻方式是 储存冰箱的时候 就要把这问题考虑到 我们先把肉呢 要分成小包装 切成几块 然后放到这个冷冻箱里 然后吃的时候 保鲜薄膜 一定要是PE的 耐高温的 我们放到微波炉里头 解冻之后 那么这个可能是最安全的 而且也保鲜 用多少 吃多少 提前就把它分成小份 这是最关键的 如果大家特别着急的话 有几个小窍门 最有效 最能够保持肉质新鲜 和营养的解冻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凉水解冻 而在凉水里 加入一种神秘物质 就能更有效 加速冻肉的解冻速度 我们做一个实验 来验证一下 首先将两块冻肉 分别放在两个透明容器中 注入凉水 随后 我们在其中一个容器中 加入神秘的物质X 另外的容器内 不加入任何物质 五分钟后 我们发现 加入神秘物质X的动肉 解冻效果更加明显 用筷子轻轻一扎 就能扎进肉里 而另外 不加入神秘物质的肉 在同一时间内 无法达到同等效果 那这种神秘的物质X 是什么呢 就是它 铁 那么如果要在五分钟内 成功解冻鱼 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呢 我们这里也有一种神秘物质 我们在其中一个注入凉水的容器中 加入这种神秘物质X 另外一个容器中 同样不放入任何物质 五分钟后 加入神秘物质X容器中的鱼 比没有加入神秘物质X容器中的鱼 解冻效果更好 这种神秘的物质X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它 白醋 如何存肉才能确保肉质新鲜 从而健康实用呢 首先 我们把买来的肉清洗干净 按照每餐的食用量切成小块 随后 找来盛肉用的保鲜盒 把切成小块的肉放入其中 并标好买肉的日期 最后 放入冰箱的冷冻室 日期近的在内 日期远的在外 食用时按序取出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食用到健康新鲜的存肉了 其实呢 这样东西在很多人的冰箱里都有 就是这种冷冻饺子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 可能文文应该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爸妈妈来看你 然后给你改善伙食 给你包了很多的饺子 然后一部分煮了 一部分就是像这样 就冷冻起来了 就冻起来了 对不对 因为饺子我们都知道 又有菜 又有肉 冻了七八个月之后 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除了肉以外 菜以外 会不会还有别的 我们去看一看 月月虽然说的有些夸张 但我们还是在一位热心观众家的冰箱里 发现了保存一个月的胡萝卜羊肉馅饺子 那其中是否存在有食物中常见的 危害身体健康的亚硝酸盐呢 实验结果显示 冷冻一个月的胡萝卜羊肉馅饺子 亚硝酸盐含量并不明显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饺子里头的亚硝酸盐含量是跟那个饺子馅的这个材料有关系 看你用的什么材 那到底哪种饺子馅的亚硝酸盐含量最高呢 这次我们决定选取三种最常见的饺子馅做实验 分别是白菜肉馅 胡萝卜羊肉馅 青椒鸡蛋木耳馅 最后我们根据实验的数据画出曲线 十天之内亚硝酸盐浓度最高的是白菜肉馅 这个白菜本身的硝酸盐就比这个胡萝卜要高 所以说它在这个存放一个月以后呢 它的亚硝酸盐呢也会含量变高 所以我们家里的酥酿饺子呢 最好呢就是放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星期 其实每一次包完的饺子呢 都不会完全都吃掉 肯定有一部分要动起来 如果要动起来的话 问一下贾老师 最安全的冷冻方式怎么样储存好 包括用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放一个盒子 很高的盒子一层一层麻起来 还是找一个像这个就属于比较浅 而且比较平的这样的一个容器呢 还是比较宽大浅的这样的容器 怎么更好一些 宽大的浅的 宽大的浅的就是直接是这个 这样的话放到冷冻箱里头以后 迅速地达到这个冷冻的温度 就是说如果快速降温的话 可以减少这种营养的丢失 对对 选择宽而浅的这些容器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些原则 比如说下面是标有数字5的是可以放到冰箱里的 还有标有小雪花的是可以放到冰箱里的 还有就是写着-20度 零下20度 这样的器皿是可以安全地放到冰箱来使用的塑料制品 如果他非要吃这个 有没有办法能够帮他解一解这7个月的饺子 更安全的方法提供给大家 就是我们吃完这个饺子以后呢 我们喝点这个杀菌剂 蒙蒙水 喝过吗 吓一跳 我愿意要喝巴士杀赌业呢 我也是 把这个柠檬片切成好 然后放点清水放在冰箱里头 吃完饺子以后拿两片这个柠檬 这样的话大量的VC可以阻断 这里面一些压硝酸盐转化成 压硝酸的这样致癌物件